用过这个东西的姐妹们现在都多少岁了 老一辈人都知道茶肤洗头很好 茶肤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和茶造素 可以改善头皮环境 控有清洁 增强发根营养 让头发光泽柔顺 营养非常丰富 对于头发来说 它就是肥料 我妈妈这一辈子都只用茶肤洗头 现在妈妈年纪大了 头发一直都是有黑发亮的 头发不好的困扰都没有 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加入 养发护发的侧白叶 久蒸久晒的和手屋 灶脚 女真子 汗莲草 桑叶 这七种都是对头皮头发非常好的植物草本 大火煮开后 转销火慢炖 把植物草本的精化熬煮出来 让头发更加容易吸收 加入养发护发的山茶油 滋润发丝的芝麻油 清洁起泡的植子油 手工搅拌30分钟 让植物草本的营养和油脂充分融合 完成初步的造化 搅拌成这样就可以入魔了 天然的植物成分 没有额外的添加 省去了每次洗头都要熬煮的工序 让我们来看看喜感吧 泡泡是不是特别丰富 洗完也特别如水蓬松 姐妹们快来试试吧